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对于肖战来说,饱受争议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了 曾经肖战因为陈情令迅速爆红,可谓是一夜成名 不过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仅仅是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超高颜值 在很多观众眼里是一位流量小鲜肉 但是没有想到227世界没有将肖战压垮 反而他的诸多优良品质呈现在了网友的眼前 至此肖战抛去了流量的光环,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演员 肖战的确优秀无比,近半年了 所有人对他扒来扒去的,最终扒出来他是一枚宝藏大男孩 的确值得粉丝们追随,值得观众们喜爱 因此肖战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各界的认可 包括诸多的权威平台 而最近肖战有迎来了转折性的好消息 可谓是大快人心 是什么好消息呢?那就是 近日肖战主演的电影 朱仙再次得到了国家图书馆的认可 为其之前的种种不公寄写了证明 看过朱仙的观众都知道 该片无论是从剧情还是演员的演技 以及剧组的优良制作 各方面来看都是非常优秀,值得赞扬的 这从朱仙在国内一上映就取得相当可观的票房成绩 就能够看出来了 后来朱仙在日本上映之后更是火爆异常 甚至是一票难求 日本相关方面最后呢只好加大放音力度 才能够满足观众们的观看需求 由此可见 朱仙在国务内外都是享有声誉的 受到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尤其肖战饰演的张小凡 给所有观众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虽说之前有人为了某些目的 将朱仙与肖战同时推到了金扫子角 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 然而呢是金子总会发光 如今啊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荣誉典藏 其中评选出了百部优秀网文作品 而朱仙就荣幸被选入其中 朱仙作为优秀的文化作品 获得此国家级的奖项非常难得 并且获奖方面选用的就是电影 朱仙的海报宣传图片 朱仙能获得此殊荣 显而易见不仅是对朱仙这个故事 做了高格局的认可与认知 也让这部影片 即肖战此前受到了不实言论 以及不公平待遇 烟消云赛 真是大快人心 就此荣誉 福州晚报也实时做出了报道 并客观地评价该影片 该报纸表示 朱仙首映当日票房就过意 成为中秋党最热影片 的确无论是票房 还是超高的人气及口碑 还是经受了特殊的时期 朱仙都经受住了实现的考验 经过泥沙的冲洗 其闪光点再次逐一被人们看到 并证实 自此朱仙这部优秀的影片 以及优秀的肖战成功翻身 因此我们相信 再也不会有不怀好意的人 能够再拿朱仙与肖战来说事了 有网友评价 肖战说 作为新生代演员 他的演技的确算是不错的 肖战能一人牵面 饰演的每个角色都十分有代入感 十分贴近角色的性格 例如说仙侠灵气的魏无限 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快递小哥 狼殿下中的吉充 朱仙中的张小凡 冷酷间谍 颜丁云等等 你都会感到肖战不同的诠释 各个角色独特立体 没有一丝雷同 近日关于肖战的新剧 到底什么时候定档播出这个话题 在网上的热度一直都耻高不下 引起了许多剧粉的热议和关注 谈到肖战身上未播出的新剧 那就不得不提到 余生请多指教了 这部剧有点称是余生 当大家以为这部剧 其实没来的时候 其实官方在线下 有进行宣传很是低调 虽说官方的宣传方式很低调 但是并没有被网友们遗忘 与置之不理 就有网友发现 官方自旅办杂志 和推出联名款之后 再度线下低调宣传了 这次是新的人形礼牌 穿着粉嫩嫩的肖战 令人感到心生欢喜 而众人也是秉着没有见到过的 就是最新的理念 去看待这个人形礼牌 这个人形礼牌的像的肖战 白色衬衣 搭配粉色的外套与裤子 再配一双白色的鞋子 让众人的脑海里 对温柔至极的形象 又有了全新的定义 除了粉嫩嫩的肖战 引人注目以外 值得特别关注的便是 肖战手上举着的宣传牌了 写到余生请多指教 这四个大字 正是肖战身上 带播新剧余生的名字 而这个人形礼牌出现的地方 从周围摆放的物品来看 极有可能是一个书店 又或者是一个商场 总之是一个流量极大的地方 宣传的作用就发挥开来了 G203的看到了 官方低调在线下 进行宣剧的宣传 这从侧面反映出 肖战的这部新剧 一直以来都是被予以重视 定档播出指日可待 当了不可否认的是 官方对待肖战的新剧余生 宣传方式与其他的电视剧 有着一定的差别 但明白当下情形的网友都知道 低调宣传也未曾不可 这不管是对肖战而言 还是新剧余生 又或者是新剧的另一主演演员 杨子 都是一种莫名的支持与认可 通过官方的低调宣传 让众人对新剧又有了新的期待 因为如果新剧还没有到时间播出的话 那么相信官方也不会在线下低调 进行这么多次的宣传 先有杂志和联名款 先有新的人行立牌 看来新剧播出真的指日可待了 现当下网上关于肖战的消息 依旧有不少的负面舆论 但是在困境当中 释放善意的众人 已经学会了坦然面对 将一切不良情绪 化为公益路上的动力 消息善良的人会得到善待 而努力的人也会收获回报 官方对于肖战的新剧余生 线下低调宣传多次 是在释放即将播出的信号 俗话说的好 冬天过去了 春天还会远吗 而肖战现在的处境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舆论风波的渐渐停息 肖战势必会有更好的方向 无论新剧余生 具体什么时候开播 但是请相信 距离与他正式见面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最后就让我们仍旧怀抱着憧憬的心 期待精彩绝伦新剧的播出吧 不知道大家在看到官方 再度对新剧余生 进行线下低调宣传 这次还是新的人形立牌的时候 内心之中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翻语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